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自河北廊坊 我因为出生时母亲难缠导致脑瘫 但我的记忆力很好 对走过的路线有超强的记忆力 被大家称为行走的导航仪 我也是个新生的爱好者 六年时间我骑上了七万多公里 我还参加了很多公益活动 成为别人生命里的一道国 今天来到好久不见 是想见到我十一年前见过一面的女孩 我一直不敢 也没有合适的机会和她表白 我要在这样一个正式的场合 在大家的见证下 向她表白 我希望她能来 欢迎老奥兔来了 这个就是今天要来表白的是吗 对 那你之前有恋爱过吗 从来没有 有喜欢过别人吗 或者暗恋也算 暗恋有 但是 从来没贪过的呀 没有表白 没有表白 从来没有 那这样我们也要替这个女孩子 来了解一下你啊 先看看你那边的情况 你说小时候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太好 是脑瘫是吧 是脑瘫 什么原因导致的 我妈生我家难产 导致就是都产生的 夹的 出了这么去 像吃黄味一样 三天不会哭 那是很危险的 很危险 从小到大 就我妈一直不放弃我的治疗 还包括我康复失恋 陪我到各个医院去找大夫 可以想象 你能够恢复到今天这样一个程度 可能付出最多的是爸爸和妈妈 他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你 一直在支持你 到现在你还可以去骑行 对 最初都是三公里五公里 一直在不停地训练 看出来你的手其实有一点点不方便 那你能握得住那个自行车的车板吗 能能 因为我的手把干出活都没问题 像我拿水杯啊这方面四小的波鸡蛋啊 就是活我干不了 我们有个俱乐部主办一个就是青海湖的活动 我从西宁带一团 西宁整个一圈 整海湖 我去自家过 公里数很长啊 对啊 好远啊 五百公里左右 对啊 对啊 那我也有去不动了 去不动 我先放着 缓一缓 再往这去 一定要坚持下来 对一定要坚持 那这五百公里我必须得坚持 我不可能找一年 那其实你的身体还是挺好的 因为我也去骑行过 就骑了一次 我觉得我这辈子再也不会骑了 我只要坚持地肯定能行 好吧 向你学习 下次再试试 听说你的记忆力还很好 对 我从2014年开始 我到2020年 我拍了15万张照片 照片记录 在我的空间里 挑出硬核的一张照片 我能做出来 它的 什么可能 人间 地址 人物 这个 这个 你是说大话了 15万张 你想找哪张就哪张 OK 没吗 这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5万张照片 偷出硬核 硬核 硬核的一张照片 OK OK 没吗 那我们看一看大屏幕 这张照片是在2016年的7月2号号 是我能骑着公路车 你确认是2016年7月2日吗 7月2号 绝对吗 绝对 导演他说的对不对 对 导演说对 而且这个我们绝对没有参彤毫 Colon 厉害厉害 我还听说 你还记得 就是北京市内 五环任内所有的路 任选一个地点 你都能知道怎么去 是吗 对 从哪点到哪点 好 随意 just 考我一下 我就能说出 他的里就可以坐 而且还告诉你怎么坐 那我来考考你 可以 从传媒大学到永和宫 大概是15公里左右 经头坐 经头地坐 我往前在來見過門 從見過門去自然上那個橋 現在有個路口二號入口 第二號 我們今天走到擁和工 還到二號入口 過了那個東之門橋 這條擁和工橋沒有出口 必須得從守接橋先出來 第二個 我們離到擁和工橋 能問一下他說的對不對 70.90 真的 我觉得它厉害的就是 我差不多知道那个传媒大学 到优和宫怎么走 但是这些路口啊 什么掉头 红灯呢 掉头 到上哪条小路 走腹路 全都行住了 关系公里处啊 真厉害 那我想问一下 你记这些是有意识地去记它 还是去无意中就记住了 常常一个习惯嘛 记性也说不上来这种 就是怎么的一个记忆 就是没有刻意地去记就记住了 没有 没有 那你有这样超强的记忆力 你从小一定是个学霸吧 不是啊 你什么背书啊 什么都记得呀 父母这方面也奔波了 好多学校都不收留我 但是我看你的状况还可以 应该说基本的字里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在学校不敢 最终有一个学校收了 收了必须得让我去做一个 智力的测试 这个智力的达转 达满分 哇 往这样的情况下 校长们才收了我 用你的智商折服了校长 这几年学吧 我做个物理科代表 物学科代表 天啊 地理科代表 后来是念到什么样的程度 就是执高毕业 执高当时你学习的是什么专业 学着去计算机 那毕业之后有去做计算机方面的工作吗 我有父母的企业 家里做洗饭代理 完了我去当业务员 你去当业务员 就是你的说话 有一点点不清楚嘛 这个能不能去打动对方 买你的东西呢 当时我家雇了两个业务员嘛 他们也就都不如我 那你很厉害呀 因为我觉得能把别人口袋里的钱 装到自己口袋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 要情商自商家 口才的 对啊 那就是这样吧 假如这个余老师他特别抠 然后女儿呢 觉得你可能是上门骗钱的 你怎么去说服他们 打出他们的疑虑 可以啊 咚咚咚 咚咚咚咚 谁啊 我啊 我是啊 你是谁啊 我是 什么 怎么这么 这么长期间还不说你是谁啊 我是推销洗衣粉的 请问你家有洗衣粉要用吗 这洗衣粉也没用完呢 没有完 你先看看我的洗衣粉 你价格便宜吗 都在市场价 你又没有特殊的便宜 我为什么非要买啊 洗衣粉会不会假冒的 不管 我也不能试啊 这洗衣粉我怎么 对啊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来 我这有洗衣装 有洗衣装 今天运气好 现在我们有个活动 买一个大袋 送两包小袋 不算这个 不算这个吧 不算这个吧 不算这个 女儿 买吧 对 这一包洗粉 三包就是这一大包了 来来来 给钱 给钱 加个微信啊 谢谢 推销成功 她的眼神 包括她和我们交流的时候的一个表情 她一直在笑 对 很真诚 说得太对了 我就不好意思意思拒绝了 对对对 而且她的反应速度也特别快 而且她有一个特别细节 她知道你抠从哪来你知道吗 特意补了一句 我买一赠二 但我不算这一袋 这一袋已经摆给你了 对对对 笑声技巧就非常懂 你把我钱包掏出来的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此说 这一包不算 对对对 尽管有着超乎常人的记忆能力 有着让人羡慕地推销经验 但因为身体的原因 34岁的李明 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她不敢追求甜蜜的爱情 觉得爱情离自己很遥远 但十一年前 偶遇的一个女孩小颂 却让她一直念念不忘 在2009年嘛 我家车头是在北京买的 还有机装枪都是在林医买的 都旅馆嘛 现在有个小女孩叫小华 她直接叫宋小华 我说家这个QQ QQ 那场没有危险 就当时好像是聊了将近十天 不到十天嘛 十天 那段时间你已经不住在那个旅店了 不住了 就住了一宿 就住一宿 所以是一见钟情了 一见钟情 是那个女孩子什么样的特点吸引了你 川普 老实 汉厚 她长什么样子 她长 人乎乎的脸 年龄上跟你相当 年龄差不多吧 她多少岁当年 小四岁 我当时就喜欢 只有小爱 这女孩我要追该多好 但我有我的责任 我得必须 我把我自己能赚钱了 我才能养活我自己的老婆 我很明显地感觉到 你不但有超强记忆 此刻有了超强的感觉了吧 对这个女孩 成了吗 成了 就是说一年之缘 你突然想到 不去表白 也不去想办法 在情感上去加一点温 烹一点火 结果呢 你就在想 我还是要养活家 我要赚钱 我以后成家 我需要柴米油盐 你第一步都没走 你怎么走到第二步去了 另外述我直言 那个女孩子是一个健康人吧 对健康人 所以她内心 你多多少少 当时你失落的是有点自卑的 你有吗 有吗 当时 当时没有 当时有一点 你当时是不是感觉自己没有能力 也没有权力向她开口去求爱 去表白 对 当时没有 去表白 没有去求爱 十一年前 李明对小宋一见钟情 当时并没有勇气表白 只留下了彼此的QQ号 但因为阴差阳错 仅有QQ号的两个人 随后就失联了 2018年 李明无意中通过小宋的QQ留言 惊喜地重新联系上小宋 然而 惊喜之余 李明不得不面对现实 相隔了十一年的时光 也许早已物事人费 那一年 李明恰好刚刚失去了工作 尽管2020年初 李明又找到了新工作 但和小宋联系上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他一直没有任何竞技收入 心里一直很自卑 另外 小宋当时的个人感情生活 也是一个谜 小宋还是诞生了 他是不是早已经结婚生子 但是过了十一年了 他应该也成家了吧 也成家了 成家了 成家了 那你还来干嘛呢 后来我才知道 才记得我也不敢说 成没成家呀 把这儿互相聊嘛 然后他说他有个女儿 那我去画一下聊了 那你就这种感觉画一下聊了 然后呢 现在呢 他结婚了 那我都该吵吧 平常我关心 小宋宇季也要关心他呀 突然出了一个女儿 那我都 我也不想 不想把 吐得非常尴尬了 所以我就是变这样的 女儿咋样啊 好不好啊 还是在打他 那你没有问他婚姻状况 后来才知道 他说他离婚了 那你的心又从原来病凉病凉 突然回春了 又回春了 你们两个一直是在用微信联系 对吧 对 一直用微信联系 互相了解嘛 当时我也买的小礼品啊啥的 寄礼品寄过去了是吧 寄过去 寄了什么东西呢 寄了水果啊 包括红糖啊 红糖啊 这些过去女孩子 那他呢 他对你呢 他有没有给你过什么 表示 也没有 没有 对 也没有 就是啊 因为他 就 条件 你看我这18年 18年刚下岗 始终就是没有经济收入 你说这个 我跟你说啊 你说这个绝对是借口 不是借口 你骑自行车 青海都去了 青海湖绕一圈了 我骑自行车去山西 我觉得不算远 我觉得也是啊 对啊 因为 这个你在内心当中 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顾虑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和小宋重新联系后 李明却迟迟没有 和小宋见面 也没有大胆表白 他为什么错过了 一次次表白的机会 他究竟 有着什么样的顾虑 是内心的自卑 还是对情感的不确定 面对心动的女孩 李明到底在担心什么 我如果娶艳和的女孩 我不可能就是啊 让她在外头 我不去干的 但是有一句老话 不是先成家后立业吗 她这个顾虑 来自于她真正的内心的 藏在深处的自卑 就像钟晓老师说的 有一些你的情感的痕迹 让我们嘴一所吃 对 她从内心来说 她很阳光的一个小男孩 但是呢 你恰恰在这个女生的爱情上 我们看到的是油油鱼鱼鱼鱼 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她是单相思 这个女孩跟你现在到底是什么状态 是暧昧 你感觉你俩就差你表白这层窗子 没捅过 还是说你们两个根本就是好朋友之间 互相的问候 而且非常礼貌 将近八年的时间 要知道八年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这些年当中你会遇到不同的人 你会有不同的认识 不同的成长 那同样女孩那时候也一样 她结婚了生孩子了 她遇到不同样的人 而且离婚之后 你就以为人家没跟别的男生有过交往吗 你到底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样子 根据李明的描述 现场的重逢见证嘉宾 从质疑李明为什么没有表白 开始怀疑李明和小宋的关系 是否到了该表白的时刻 两人到底是一厢情愿 还是两情相悦 李明和小宋之间的感情 究竟进展到什么程度 之前听过一句话说 表白应该是胜利的凯歌 而不是冲锋的号角 就是你应该是有过很多积累了 不管是从情感上还是什么 有很多准备了 那你们现在到底准备到哪一步了 就到现在为止 我现在考虑 她也没有工作 我也没有工作 不是说公共的问题 没有 我们聊情感的问题 永远就是这样 我跟你讲 我们裸恋 裸婚 不裸爱 只要爱不裸就可以了 说白了吧 就是她有没有说过 类似于像 你累不累啊 我有点想你啊 或者是憋着什么劲 就很爱你的举动 不说话 对对对 是记得什么的那些 她在这种语气 她非常鼓励我 不是不是 是鼓励 你把我们落两秒去再落 老婆跟老师还是这样 就是她 对啊 什么能证明她也对你有感觉呢 我要去哪班上 注意安全啊 哥哥我去做什么 加油 一定要加油 消失自己 她也给我鼓励 我问你一个问题 从前年到现在 你们俩生的最大的一次气 是怎么生的 到最后怎么解决的 跟我说一下 我俩还出来没生过气 啊 真的啊 那你们平常聊天 就是客客气气的吗 对客客气气 客客气气 那就完了 那就完了 就连暧昧都没用 就是如果我对一个人 有感觉 他连回我微信晚了 我都会生气 就是说关系还没进到那步 如果说你们两个 已经聊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没有一次说我 咱们别说吵架 吵架可能因为性格好 可能不吵架 但是如果没有一次 觉得说不满意 或者说我生气了 我自己闹点小情绪 你知道女生是情绪的动物 当她不把情绪 展现给你的时候 那她没有把你当成最亲的 可以发泄情绪的人 是每天都联系 还是一个星期联系一次 还是一个月联系一次 每天 早上晚上中午都联系 还是有固定的时间联系 就是早晚吧 我会报天气预报 当地气温多少 我今天这个 今天气温多少度 有没有雨 我接个瓶 发过去完了早安 那如果说她醒得早的话 她会跟你说早安吗 不会 不会 对 那这是不是有点不靠谱啊 因为男人必须 太主动嘛 听了李明的讲述 场外的一个情感观察员 迫不及待地分享了自己 曾经和一个脑瘫男孩 相处的真实经历 她的亲身经历 为什么让李明 露出无奈的笑容 那个时候是在 某相亲网站上 我也是认识了一名男孩 当时聊天的时候 他只跟我说 他身体有一些 不太好的情况 但是呢 他没有说 他也是一个脑瘫 那当时我们俩见面的时候 那个场景 我特别地诧异 他的家人 把他从车上 坐着轮椅 去抬下来 我当时感觉特别地震惊 包括现在 我跟这个男生 也都是一直在联系的 我会去安慰他 鼓励他 也是以朋友的身份 但是我知道 我们是不可能的 包括他现在也会 偶尔的 都是他主动对我发信息 也会跟李明一样 发一些 比如说 天气预报啊 这种情况 他特别感谢我 没我这么认可他 可能感受不到社会 对他的温暖 好的 谢谢 刚刚我看到 这个女孩 在说天气预报的时候 李明对我露出了一个 无奈的笑容 他可能 现在心里 也是非常的担心 这个问题 我们真的不要忽视了 李明的特殊状态 他是一个脑瘫的孩子 虽然可能 他不歧视你 但是他会有顾虑 他因为会考虑到 确实会考虑到 他自己带着一个孩子 你又是一个脑胎状态 对 以后的生活 可能会困境 他那边的状况怎么样 他在当地也有固定工作吗 没有 所以他现在是做什么的 他现在也是没有工作 他说 咱俩都没有究竟来源 你骑车 乘过各地跑 咱俩吃啥喝啥 这是不是变相的拒绝呢 那我也想问一下 我们的场外的情感观察员 聊到这儿 你们觉得李明和对方 那个女孩 这样一种恋情靠谱吗 我一直觉得这个女孩 其实对李明是 有感情的 因为之前李明说 那个送过他很多的礼物 就是我会觉得女孩子 如果收南方的这个礼物 其实就是 接受他的这个爱意的 只是可能有一个 说我们以后怎么生活 就是可能在这里面 对他有一个考察 我前几条发现的一个截图 他把我的微信名 前面两个A 两个A 就是置顶是不是 很快能找到你 尽管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 但随着不断的接触 让李明欣喜的是 小宋开始接受自己的礼物 还把自己的微信置顶 李明也把和小宋的事情 告诉了父母 父母在李明寻爱的路上 给了他最大的支持 就是对孩子的幸福 我们也高兴 我们也都那个放心了 是吧 我也听我儿子 那个 你跟我说过 真的小宋挺 也挺善良的 每个孩子 也挺孝顺的每个孩子 所以呢 我呢 他跟我说 我说行 如果是你俩 真的有机会去互相了解的话 我这边和他爸没有意见 其实我觉得爸爸妈妈 有一点表达得特别好的就是 他们虽然不知道 那个女孩是怎么样的人 但他们支持李明去爱 去勇敢地去表达爱 那你除了父母之外 你有没有跟朋友去沟通过 你跟这个女孩的事情 他们是怎么说的 现在追 追完了以后 再说 而李明呢 是一个非常阳光 积极向上 这个大爱的一个小伙子 生活有激情 对事情负责任的 非常的热情 特别善良 自信 他要想好的事 你说破天都没用 他根本不听 就非得按照自己的想法做 听编导今天说就是 现场要给女孩子表白 是吗 想缺点 想邮件 然后就要让这个女孩子 好好那个 帮你改一下了 为你加油打气哦 朋友也是送来了很多支持 李明你知道 你今天最成功的是什么吗 你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 没有 就是我们四个 在闹到最后的时候 忘记了你是一个脑瘫的 惨障人士 对 我们就把你看成一个帅小伙 再追一个不靠谱的姑娘 对 然后我们就一直 根本就把你自己是脑瘫的 这个情况 我们真的都忘了 我自己都忘了 我跟万能可能都忘了 就想这孩子出对象吗 就听好一下 我出对象找对象 你找啥上包 所以说我觉得 你今天最成功的是这个 我想跟你说 就是过日子也好 出对象也好 恋爱是个技术 有一句话叫人熟为宝 你要真想跟他出对象 别感觉成天洗的这 洗的那 在他网上聊着 没用 你就没事你就去 骑自己车去也行 坐车去也行 说这个人有点脑瘫 说话不清智行不行 到后来发现说 哎呀 我得追他呀 我不追他呀 不要我了 对 别在那儿犹豫了 对于李明的表白 重逢见证嘉宾的观点 也逐渐变化 现在李明最迫切需要的 似乎就是一次见面和表白 然而面对现实 即使小宋接受李明的表白 他们还必须要面对 什么样的困境 李明现在最担心的 还有什么呢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好久不见 现在继续 本节目更多独家精彩短视频 都在西瓜视频 欢迎下载西瓜视频APP 搜索观看 好久不见 西瓜视频国内领先的视频平台 给你新鲜好看 说实话我就担心啥呢 我找工作在里头也这么辛苦 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 所以你找到那份即将入职的工作 是在哪里 在北京 在北京 对 那你有没有跟他说过 让他也到北京来找一份工作 或者说到当地去看他 我说过 因为他来北京 他不喜欢北京 说人多 消费高 你们要考虑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你们现在确实身在两地 然后你非常珍惜你现在 即将要入职的这个工作在北京 而他说他不可能再到北京 你有想过这个未来怎么解决吗 对方面的确是我的困惑 我想请问 四位老师给一些建议 这一点里面 你应该自己给自己自信 虽然我们的残障人士求职找工作 面临着非常大的难题和难度 但是里面你不同 你能够六天还青海湖骑行 你就把这样的毅力拿出来 再把自己的一技之长融合进去 我不相信你在这个女生的城市 找不到一份满意的工作 给自己自信 好吗 小伙子老弟你跟他说 你就喜欢他 哪怕他拒绝咱 你也认了 咱那初恋就这段就算完了 马上再学别人去 如果希望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一个像你面对你的骑行 面对你的事业 面对你的人生 你都应该更成熟 你急需一段恋爱去洗礼 让你成长 你不要害怕 说因为花就可能会凋谢 你就不开花吗 不要 只要我认为我是爱你的 我就有权利去表达 那么只要你是同意的 我们两个就可以相恋 到最后这个恋爱的结果 会是什么样交给老天 其实他也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 一种是同意 那当然是皆大欢喜 如果他不同意呢 不同意 我也想做一生当中的最好的朋友 这是对 可以了 对 你来到这里了 你已经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 而不管今天能成不能成 不管你未来的伴侣 是不是这个女孩 你都要勇敢的去爱 即使失败了 也要不怕去表白 不怕去表达爱 对不对 几位老师 你们对今天的重逢期待吗 我非常支持李明的表白 我也非常渴望 李明心中种植了 十一年的爱情的种子 能够在今天几分钟以后 在我们的舞台开花结果 但同时 我非常慎重地提醒你 爱情它不是纸善 它不是一种私舍 这个小黄 他有拒绝的权利 如果他拒绝 我们应该尊重 就比方说你这次表白 对方可能有压力 拒绝你了 不要害怕 我们可以再表白吗 对 不管李明和小华的爱情 能不能够开花结果 今天都是他人生中 非常重要的一门爱情课 要像他骑车一样 越挫越勇 那如果你准备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重逢使者待会儿的视频 李明你好 我是正风 你想见的是 十一年前跟你见过一面 但又失去联系的朋友小宋 小宋目前在山东临沂 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 争取说服他 跟你见上一面 喂 你好 你好 请问是小宋吗 是的 你好 你好 我这边是吉林卫视 好久不见节目组 我叫正风 我们是受你的朋友 李明的委托 给您打了这通电话 他想和你见一面 而且有很多话 想跟你当面说 是啊 太突然了 要上电视吗 快出点寿司不急了 而且我现在比较忙 小宋 你现在还在 山东临沂吗 我现在在路上 要回山西老家的 那旅途辛苦了 你看等你修正好了之后 能不能跟李明见上一面呢 因为我现在在家里面 出了很多事 我这次回山西奇建老家 就是要处理这些事 太对不起了 我先不说了 见面以后 等你以后再说好吧 那你能 小宋现在要去山西奇建老家 说家里出了一些事情 不方便见面 我觉得还是要去到山西 当面跟他了解一下情况 争取一下 姐 你好 我是之前跟你联系过 好久不见的主持人郑峰 你好 是这样的姐 我来到这里边呢 我就是想能见面跟你聊一聊 那这样吧 我现在那个家里有点事 我现在比较忙 我这个就不跟你说了好吧 姐 你这样 你这样 我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 你就给我十来分钟就行 我都来到这边了 咱俩见一面吧 找一个你不忙的时间 喂 我和小宋联系了很多次 他都说家里有事脱不开身 但是刚刚他说 可以出来一会儿 我们现在抓紧时间 和他见个面 有小孩的绘本吗 有 有 有 小女孩 粉色的 粉色的 好 拿一块别拿一块 不止好了 就等小宋来了 小宋联系 好 这样 想一件灰灰吗 那请听 来 来 请坐 你和李明是怎么认识的 去林毅出差 在我家住店 然后就这样 就让我家里秋秋认识的 她是当时哪一点吸引了你 你会把这个Q号给她 当时是感觉是挺善良的 挺善良的 之后聊天也就是一直能聊在一起 你妈妈或是你身边的人知道李明的存在吗 知道你有这样一个朋友吗 咱时还不知道 你对你们两人的未来有没有期待 还有一些想象呢 有可能的 我希望多了解她一点 那有没有想过 就是两人见一面 就像你刚刚也说了 好像两个人一直在网上聊天 除了第一次见面 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那个我也想 挺想过去 但是说是我家里边 确实有事 最近一段时间走不开了 我能慢慢问一下家里有什么样的事情吗 就是我父亲他大年初二不是刚过世吗 由于疫情 我们还没来得及 就是回家来呢 就最近这些日子 可能是家里边要忙 我们自己家里边的事吧 有机会 如果有空的话 我会考虑 行 那跟一点时间考虑 也希望你能够慎重考虑 好的 和小松见面后的第二天 郑峰再次拨打她的电话 然而 小松依然没有决定 是否去节目现场 和李宁见面 并且 拒绝了和郑峰再次见面 也许 小松需要时间处理家里的事 也需要重新梳理 他和李宁的关系 郑峰决定 不再打扰小松 他去药店买了一些防护用品 放到小松所在的小区 等待小松最后的决定 小松会来到节目现场 和十一年没见的李宁见面吗 广告很短 马上回来 好久不见 现在继续 小松今天到底有没有来 我们一起看一看好不好 来 带着你要表白的花 你现在手有点发抖 是紧张吗 还是身体的原因 紧张 没关系别怕 不管今天是什么结果 我们这一趟来直了 我们勇敢地面对 对 看看女孩有没有来 时光流逝 真情永在 让我们静静等待 时光之门开启 我当时就喜欢 只有小爱 我要追太多好 她把我的微信名 叫做A 就是制定 是不是 很快能找到你 所以 我叫做A 李明 你好 你好 我是正风 经过跟她的沟通 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 她对你是有感觉的 但是呢 她也有顾虑 她不想离开家乡 想在齐县工作生活 今天呢 我们也帮你争取到了 跟她视频连线的机会 你愿意在这里 跟小宋视频连线吗 愿意 太好了 谢谢 来 小宋 你好 能看到我们现场吗 小宋 小宋 这里是好久不见节目的录制现场 你好 你好 小明她也聊到了很多 你们俩之间的一些事情 那我想问一下 你对她是什么样的印象 你觉得这人怎么样 你感觉李明对她的朋友很专程 很热心的一个人 你感觉就像是家人一样 不是家人 甚至家人吧 那今天李明在这里 你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说 你想要继续你刚刚想做的事情吗 是 来 李明加油 来 李明加油 小宋 零九年在你家旅店 一面之远 今天来到好久不见 我真想向你表白一下 不管以后 以后有什么挫折 在生活方面 在各个方面 我都想陪你 陪你坚持着走出去 我希望 我希望 咱俩能成为一个伴侣 困难是暂时的 幸福是永久的 如果再苦再累 我李明考得住 我虽然是个身体有天气 但我有着毅力 我能养活一家人 我会坚持这个世界 陪你 陪伴你 这一生当中来陪伴你 我想对你说 小华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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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我记得 我记得 感动了 虽然你有了解 我当时就喜欢 我要去 再多好 一切都是 小华 一切都有我在 就有你未来的幸福 那小华 对于李明 对你的这个表白 你怎么想呢 你高不高兴 其实还是挺高兴的 其实一些事情也考虑过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对李明这个表白 你是高兴的 因为我刚刚看到 他在表白的时候 你也一直在笑 就是脸上 你也露出了那种 特别真诚 特别动容的那个表情 意思是你现在 想要跟他见面吗 可以跟他见面吗 我就会见面 当面 当面可以聊 当面聊 那对于你们俩 这个感情的问题 对于李明刚那个表白 你的意思是 愿意考虑 对 好的 有你这句话就行 我们在现场 真的很高兴 也期待你们之后的见面 期待你们的未来 那今天在这儿 先跟小华聊聊这儿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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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后给你掌声鼓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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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